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追回了二百余万两的赃银 总督最恨贪官污吏 贪官辜负了他的信任 此有余辜 他只会拍手称快 二是萧夫人的枕边方 他没少说尹承善背脚 说其夫人的出身 总督同丁老太爷有过几面之缘 他总不能对尹承善赶尽杀绝 大人高见 下官佩服 说话的几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 陪着总督处理公务 等到送走了他 几人分钱后送衙门出来 再次来到那处悠性的小楼里 这回坐着的四人 不再是纸上写字代替说话 国资连的中年男人说 再让尹承善查下去 咱们都得死 不晓得他从哪里看出来的问题 被他抓住 京城大人也救不了咱们 你说怎么办 既然他收买不得 如同茅坑里的石头 不如 其中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者 抵花了割喉的手势 圆脸的人担忧地说 可他同信阳王的交情莫逆 一旦信阳王插手 老者赌定了摇头 嗯 不会 虽然是信阳王府 但真正做主的是安国夫人 如今京城诸皇子封王正乱着 安国夫人几会准许信阳王乱动 况且咱们也可以给尹大人 加点东西 看在安阳郡主的面子 宽带其夫人也就是了 安国夫人如何都不会为他说话 您老高见 您说咱们该怎么办 四人意见统一 头碰头的凑在一起商量对策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高 高 实在是高 知府衙们 此时尹承扇自有所感 抬头看了看天色 摸了摸怀里的盒子 严肃的脸上多了一份的笑容 他会喜欢的吧 虽然有些幼稚 但那也是他最大的期望不是 尹承扇准备出府衙回家时 外面慌忙跑进来一人 大人 大人 别慌 什么事 您让属下探听的视角 有结果了 尹承扇抓住他的胳膊 真的 是 那人凑近他 在他耳边嘀咕了好一会儿 尹承扇眉头紧皱 他从不是个冒进的人 越是接近成功 危险越大 你确定 属下敢用性命担保 大人 该收网了 尹承扇守备在身后 收网 是不是太快了 他们会出这么大一个破绽吗 在他的设想中 这个局 部下得三个月才有可能完全的揭开 但今日就 其中 没准有诈 如果等下去的话 深秋一道 冬日还会远吗 真等到那个时候 于国于他都不利 不入虎穴 阴流虎子 尹承扇的毛子闪过亮光 你把他们都叫回来 本官不止收网 是 尹承扇将随从叫来 不舍得拿出怀里的盒子 交给他吩咐 你回府去 将盒子交给父 不 将盒子放到我的书房里 记得 放在书房 再告诉夫人 我最近忙 先住在府衙里 还是留待他回来 亲自送他的好 收网 他就是一条鱼啊 离着太远 看不清楚 唯有冲进去 才有可能找到十足的证据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是需要十足的勇气的 丁柔很少到影城上 专门的书房去 男人都需要个独立的空间 于是 丁柔只知道 他的随从回了府里一趟 得到他又不回来的消息 丁柔嘟囔了一句 工作狂 来广州 还没有两个月 他在府里 能待上一个月就不错了 丁柔让随从 带回去 对他的叮咛 他知晓 隐城山压力很大 他的关路还很长 总是这么拼命 熬坏身体 不用做首辅了 提前回家养兵去吧 丁柔唇边露笑 不知道那时 他会不会很郁闷 等他回来 定是要提醒他 丁柔让兰心 收好萧夫人 送回来的礼物 也知道 最近姨娘 很少念叨小红了 雅菊 虽然不说是 完全取代他 但再过一两个月 姨娘会忘掉小红 他最近可老是 回思奶奶 小红 一直秀平方 连话都很少说 奴婢瞧着呀 他想尽快完成 回姨娘身边伺候 喝了一口茶 丁柔说道 继续看着他 我不想出任何的意外 奴婢醒他 王妈妈点头 亲自看着小红 料想他翻不出天去 夜深人静 丁柔独自一人安歇 今日不知晓为什么 他躺在床上 很久无法入睡 烙饼似的 折腾了好半晌 丁柔舍起床踏起身 悄悄地穿上鞋子 走到桌前 拿起茶壶 倒了满满一杯的茶水 端在手中 却没有喝进去 因茶水而温热的茶杯 暖和了他的手心 丈夫不归 做妻子的 哪有不担心的道理 广州 又是个附属之地 如果 丁柔摇头 晃掉了脑子里 荒唐的念头 他为公事 要抚押安歇 并非为别的 月色很好 丁柔 抿了一口茶水 但愿人成久 千里共缠间 一旦念头滋生 他的疑心更浓 原来 他也是个 寻常的女子 也会胡思乱想 也不会全然相信她 是因为前生 被丈夫妹妹背叛吗 丁柔深吸一口气 如果 过不了信任 这道关卡 她永远会活在 患得患失中 从 在这个时代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 她从未想过 同别人分享丈夫 无论小妾 能不能威胁她的地位 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手指划过茶杯上 凸洗的花纹 她是在忙 了无睡意 丁柔找了一本 窝在松软的营枕里 有一下没一下的翻看着 虽然大部分是游记 写的也很有趣味 目光落在书本上 心思不在这上面 时而想引成善 时而想着京城 虽然柳氏不时有消息传递过来 但在此时 丁柔很担心安国夫人 她不同于旁人 可以躲过去 不表态 文西帝信任她 安国夫人 必定是各位王爷 关注的焦点 一旦稍有差池 将来 丁柔扶了扶额头的刘海 安国夫人 无论选与不选 都会惹罪人 文西帝在逝去前 会帮着安国夫人 同心地排解误会吗 丁家有老太爷作证 丁栋又是个谨慎小心的 况且不再想贺的力部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自古夺敌失败者 就没有好结果的 丁柔脑恨太祖皇帝 不是他宠着皇贵妃 当今皇后怎么可能流产 不过转念一想 如果生下儿子策立为太子 可能如今也好不到哪去 大秦立储制度不自明 皇子封王之后便赶出京城 只要皇子在京城 一准热闹 二皇子封的是燕王 丁柔听到这个消息 心理一紧 信仰王没偏向靠近任何皇子 即便燕王继承皇位 对信仰王的印象 不会太坏吧 越想越是头疼 丁柔的手抓着书本 不知道凭他能不能改变将来的事情 换个位置思考 如果能从文西帝身上下功夫呢 除非谋逆 要不文西帝的话 对皇位继承者应该是管用的 丁柔放下书本 盖上被子准备安歇 听柳氏的意思 文西帝最近龙体不错 应该有几年可用 只能随着夺底形式的变换 再想办法了 七妹妹再过几日便会出阁 丁家的女儿都有了归宿 即便是下绝情书的丁慧 前两日来信询问丁柔 能不能嫁给一个乡下的小地主 他专门写信回京城询问 太夫人的意思自然不乐意 虽然那户人家挺和善的 但丁慧也只是做续贤 以丁家如今的地位 怕是会委屈丁慧 可他毕竟是二嫁的 难找到更好的人家 一旦回到京城 以前的事也会被翻出来 下绝情书不是不能改嫁 但终究不像寡妇在下那般容易 丁柔用书信劝太夫人 二姐姐还年轻 总不能孤零零的一辈子 女儿只要随身负姓氏 那户人家是小地主最好 太夫人点头了 二太太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丁慧没回燕京城 直接在庄子上出嫁 二分亲自送嫁了 听七妹妹来信提起 场面虽然简单一些 但并不会太寒酸 二姐夫稳重憨厚 对丁慧极好的 在所有姐妹中受过最多苦楚的丁慧 也应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 丁柔在书信中暗示太夫人 让丁杜主动坦白从宽 在同文西帝闲谈的时候 将丁慧的事提一提 太夫人会议 将丁杜的前夫如何宠妾灭妻 重点提了提 文西帝经过皇位妃时期 对此事最为恼恨 只要皇帝心里存了分寸 自然不怕旁人多说 又过了两日 每日丁柔陪伴姨娘的时辰 逐渐增多 她虽然不再像过去一样紧张 但对丁柔的恐惧并没消失 丁柔也想不通 姨娘怎么就那么害怕自己 四奶奶 经常来书信了 丁柔淡笑着面的姨娘 我先回去看书信 是啊 四奶奶慢走 姨娘狐疑地送走丁柔 京城来信 响也知晓 是丁家的书信 最近 从京城来的书信特别多 四少爷还没回府吗 雅菊回道 四少爷在府衙有事吗 您如果有吩咐的话 通努弈毕说吧 没事 儿子是忙府衙的事吗 会不会同丁柔伴嘴了 或者在外面有了人 他就没见过男人 又不纳妾的 成亲快一年了 也没个好消息 他跟着着急 再见到四少爷 得同他提一提 人还是领进福利的好 丁柔再厉害 也得以赴为天 富庶的广州城 一道暗影闪过 脸上有一道 长刀痕的中年男子 走进茶楼 简陋的茶楼里 鸦雀无伤 那人脸上的疤痕鲜红 横跨额头到嘴角 嗜血的气势 让人不敢同他对视 客官 您 我同张老爷有约 他在二楼一号雅间 小的 嗯 汉子拍了拍衣服 脸上的疤痕 好似活过来的无共 小二姨屁股坐在地上 就 就在上面 可乖 您自己去吧 他的身材 比汉子矮了一头 看八脸汉子宽阔的肩膀 应该是北方人 南方很少有他这样健硕的人 他腾腾的上楼 好像每一步 都能将楼梯踩个哭了 直到他的影子完全消失 楼下才恢复了热闹 在广州城很少见到这样的汉子 他到底来自何处 张老板 仿佛看得脸也很伤 天王盖地虎 汉子一走进雅尖 对着坐着饮茶的男人说道 喝茶的人眼里划过无奈 但还是开口接了 宝塔震合腰 你的脸 喝茶的人放在茶盏 将腰间的令牌扔到桌上 天子第七号 汉子上前看了脸令牌 再看向对面的号称张老板的人 摸着下额的疼胡须 怎么不将暗号对上 不对完了 分不出真假 检察院的同领都像你这样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太祖皇帝留下来的暗号 我终于可以对暗号了 多不容易 每次检察院办事 身为八大监察统领的他 根本没亲自表现的机会 每当听同僚说着对暗号的威风 他是何其的羡慕嫉妒汉 好不容易逮到了亲自出马的机会 可对面那位不按常理出牌 我说 你不是应该去码头那边吗 方才我可是看你出城门了 这回又在检察院的密探处 你怕死 谁不怕死啊 对面的男子唇边露出淡笑 我媳妇不让我涉嫌 出城门坐马车就可以悄无声息的回来 汉子一屁股坐下 倒了满满一杯茶水 喝了一大口 嗯 这话我爱听 媳妇的话有时应该听一听 随后看向他的目光带着些许的审视 汉子将茶水都喝了 才说道 我以为你不会犯过任何的升迁机会 亲自入虎穴 在陛下那里 嘿嘿 你敢同海军出海打海盗 今日却留在广州城 找到了检察院的秘密联洛茶楼 三儿传话给我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男子摸了摸脸上粘着的胡须 自得的说道 嘿 案子告破 我为头共 根本不需要亲自涉嫌 有个替身足矣 请于大人多关照了 同刀疤汉子对坐的 是尹承扇 承然如于大人所言 他亲自去 功劳会更大 但危险同样不少 原本他都打算亲自去了 但昨夜布置下最后的计划时 他想到了丁柔的丁宁 他按下了冲动 采用第二套方案 用替身 提早同检察院的于大人联系 将他的发现告诉检察院 虽然功劳会被分薄 但胜在安全 本官没想到 叹花狼长大了 成熟了 即便换了妆容 还是能从他脸上 看出一抹囧态 你我是同僚 他并非尹承扇的长辈 虽然他岁数上 比尹承扇大上许多 八两汉子就是检察院 八统领之一的余文 陛下将此事交给我 在离开京城之前 我去资料库 找过你的资料 不可否认 你很有才感 但你 并非我不喜欢 锋芒毕露的人 而是你胆子太大 什么都敢赌 以前你一直是赢家 有句话 赌场没长胜将军 一旦你失手 以前的一切都会赔进去 同赌徒做同僚 一样危险 所以 我没同你一起来广州 也没同你互通消息 尹承扇措恶之后 问道 检察院 有我的资料 八两汉子喷水 我是说你成亲后 心态平和了 你却问我 唉 好了好了 多余的 我不能说 你总不能 让我违背保密密令吧 检察院 检察天下 小尹 你是帝国动量 如何没有资料啊 那 那你们 是不是在我身边 尹承扇停住口 摇头道 不会 太祖帝后 留下的是检察院 不是无耻的密探 算你聪明 检察院 不是为探听别人隐私而存在的 就在此时 码头方向传来一声巨响 一团浓烟 躺空而起 于大人 吹了一声口哨 好大的蘑菇啊 于文口中的蘑菇 是浓烟形成的 也没他说的那么夸张 空中浓烟飘散 仿佛从没发生过意外 尹承扇 双手握紧茶杯 他无法保持平时的冷静 一旦他去了 如今 是不是已经丧生了